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就是尼西米的第六章 我们也查了前面的五章 希望大家都知道尼西米就是神的安慰的意思 那在尼西米书的开始是难过的开始 那当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焚烧的时候 他的信心可以展现他是非常难过的 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他非常的难过 所以因此王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尼西米这个名字就是 亚威的安慰就是神的安慰的意思 那从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一章就知道 这个城墙的已经建完了 那从第一章开始尼西米就有这样子的 展望 工作的展望 工作的展望 那第二章他就计划工作 那第三章就工作就开始了 那第四章他就遇到这些威胁的事 外在的威胁 外在的威胁 那在第六章又重复的看到这些外在的威胁 那在第五章就有内幕的危机 这是我们上个所学到的 那第一到第六节就是说到 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说到 城墙的建造 从第七章开始 因为城墙已经修完了 那就是说到在城墙内的那些人 住在那边的生活 那就是 意思是说这个城墙是代表什么意思 那尼西米的背景就是 这一个圣殿已经是被建造好了 那就是在五百十六年 主前 那尼西米是在主前的四百四十四年 回来修城墙 那这个圣殿是代表他们的信仰的中心 可是那时候是没有城墙在这个城内 那虽然他们是有这个信心的中心来拜神 可是这个外在的是没有建好 除了圣殿他们需要城墙 那这是那个时候的背景 那当我们在看第六章的时候 那就是充满这个 吊鬼 或者讽刺 很讽刺的 我们翻开撒加利亚书 扫加利亚书的第二章 第四到第六节 对他说 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 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因为人民和深处甚多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那少加利亚书是在圣殿建造之前所预言的 那些所罗巴伯所领的人 已经是设下了这一个根基 可是这十五年呢 就已经停工了 那所以撒加利亚 还有哈盖先知 就鼓励百姓要重建 那可是撒加利亚 是说到这个整个的城 那与其说 这个圣殿 他是说了整个城 那当他在叫人 鼓励人来去 重建圣殿的时候呢 他说到这一个城 那为什么他要说到这个城呢 如果他只是想要把这个圣殿建讨而已 因为在他的心里 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是神的殿 那就是撒加利亚的后半部就说到 整个圣城呢就是神的圣城 神的殿 那整个城就是神的殿 那就是这些动物的景象呢 有那些灵 有字眼说到 归耶和华为圣 那每一部分的耶路撒冷都是圣洁的 每一个锅都是圣洁的 这个就是描述圣殿来说的 那因为在圣殿里面 这些器皿呢都是 成圣归给神的 那扫加利亚就说到 在这个城里面的 每一个器皿都是圣洁的 那神会跟他们同在 不会有战争 不会有这个城墙 因为神就会成为他们的城墙 火墙 神会成为他们的火墙 那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城墙呢 是已经建好了 那非常讽刺的 因为神跟撒加利亚说 这一个城是 那这个城是没有墙的 就是有一个火墙是神本身的 就是说神本身来去 维护这个城 就是充满这个城 神的荣耀 那为什么现在需要来建造 这个用石头来建造的城墙呢 那因为我们需要 需要把这些外来的敌人 排除在外 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过着一个 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 那当撒加利亚说 这个城没有城墙 就是说当时的 这些外地的外邦人 是可以进来的 因为神会吸引这些外邦人 来到真信仰 这些都是先知的预言 那因为这些外邦人呢 他们会建造城墙 带着他们的那些 财务 来建圣殿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这回事 他们是建了这个城墙 来去排除这些外邦人 在尼西米的结束 就是在第十三章 那这些外邦人已经是被排除了 因为尼西米说 他们没有来守安息日 不要他们来干犯安息日 那我们也从第六章可以看到 一些名字被提到 这些名字呢 也是讽刺的 也提供了一些讽刺 也提供了一些讽刺 我们来看 我们会发现 需要这个城墙来完成 就是因为这些百姓呢 他们的心还没有准备好 那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要把这些外邦的东西呢 挪去 那如果他们可以 做一个圣洁的人化 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影响 这些外邦人了 来去吸引他们 归入神的真理 可是当时候他们很容易 被外邦人受干扰 因此神没有办法给他们荣耀 那神不能建耶路撒冷 没有城墙的耶路撒冷 来去吸引外邦人 来到真理 这一章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到第四节 你就说到四个邀请 第五到第九节 那就说到一个控告 十到十四节 那就是有一个迷惑 那就是迷惑 想要迷惑尼西米 进入到圣殿 来去逃命 那这一系列的攻击 就是为了来抵挡城墙的工作 是非常狡猾的 可是到最后 城墙就已经建好了 那第一节就说到 这个城墙已经完工 可是门山还没有放进去 这些图谋 就是这些对敌尼西米的人 是不想要他来完成 城墙 那在第四节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四次迷惑尼西米用同样的方式 来拒绝了他们 那这四次的邀请 就是要来影响尼西米 分散尼西米的那个 那个什么 对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they did was Okay since I cannot distract We cannot distract him Let's accuse him 那既然他们没有办法 分散尼西米的注意力 所以他们就想要控告他 to discredit him 来去 来去把他降低 抹黑他 诬告抹黑 And then the next The next section 下一段 They couldn't They were not successful in these attempts to stop the war from being completed 因为他们 试了要来去 阻挡这个工作 可是没有办法成功 They couldn't be distracted They couldn't be discredited 他没有办法来 阻挡他的注意力 也没有办法来 污蔑他 因此他们想了一个 计谋 想要 迷惑他 That's okay verse 1 to 3 我们来看 第一到第三章 Who are the enemies? 那些敌人是谁呢? These names are not unfamiliar by now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 这些名字 因为在二章四章 都看到这些名字 Sanballah Tobiah And Geshem 就是Sanballah 多比亚 还有Gisan So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re was no more gaps in the wall They were very very frustrated 那当他们听到 这个城墙 没有破裂之处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恼怒 So if only they could stop the gates from being hung 那如果他们可以阻挡 这个门 被 被建起来 That will be as good as there's no wall 就像是没有城墙一样 Who is Sambalat? 谁是Sambalat呢? In Earlier chapters Sambalat was saed to be a horror knight Someone who comes from a place called horror knight 那Sambalat在前面的几章是 在二章的第十节说到 Sambalat Sambalat是 荷伦人 And this place is actually somewhere in Moab 那是在 这个荷伦地方呢 是在摩亚的地方 But at that time Sambalat was a Samaritan leader 那当时候 Sambalat是一个 撒玛利亚人的 领袖 那他当时是 要分配 这些 那在四章的二节 他就 在跟他的 这些 军队 来说话 It's the army of Samaria 就是 他们是 撒玛利亚人的 军队 So he was a Samaritan leader 所以他是 撒玛利亚人的 将军 的带领者 Who's Tobiah 谁是 多比亚呢 What's the meaning of his name 他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呢 Tobiah is said to be an Ammonite 他是一个 亚马利人 亚马人 But Tobiah has also the name of some good people 那 多比亚这个名字 也是 一些好人的名字 Like in Ezra chapter 2 verse 16 He's one of those leaders of Judah One of those heads of Judah Ezra In the book of Ezra 是在 这一个 伊斯拉记 伊斯拉记里面呢 There's a man By the name of Tobiah 有一个人 名字是 也叫 多比亚 He was one of the heads of the families of Judah 他是 犹大家族的 一个组长 His name means Yah is good Yah就是 好的意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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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name means Yah is good Yah is the name of God Hallelujah 多比亚 这个名字呢 Yah的意思 就是好的意思 Hallelujah 就是Yah 就是神的名字 所以 Tutopia 就是 神是好的 Yah是好的 This is the meaning of his name 这个就是 多比亚的 名字的意思 But this Ammonite The Ammonite did all the bad things against God's people 他做了非常 恶劣的事 对于神的百姓 But he has such a beautiful name 可是他却有 非常美好的名字 The next person is Geshem 另一个人 就是基善 Sometimes he's said to His name is said to be Gashmu Because that's his Because he's an Arab It's okay It doesn't matter Geshem is said to be an Arab 那基善 就是一个 阿拉伯人 What does Geshem mean 那基善 是什么意思呢 Geshem means Heavy Rain 就是非常大雨 You know The rains of Israel Are very important for agriculture 那以色列的大雨呢 是对这些农作物 是非常重要的 Rain starts in autumn 那是在秋季的时候 下雨 It becomes very heavy in winter 那在冬季的时候 就非常大的 就是在春天的时候 就慢慢的少雨了 那这样子的 下雨的这一个 这样子的方式呢 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农作物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以色拉记的第十章 He talks about heavy rain in winter 第十章 第十章 就说到冬季的 清凡大雨 And it's this word Geshem 就是这一个字 自击散 But here Geshem the Arab opposes God tries to harm God's people tries to oppose the project of God 那这边 基善这个人呢 他是要阻挡神的工作 Since they've done so much to try to oppose the work and they couldn't succeed 那既然他们 做了这么多的 努力 想要导致 就是要来阻挡这个工作 那当这个阻挡的工作 没有行得通的时候 they resorted to another method 那他们就想了 另一个办法 那就想要 Nishimi来 妥协 所以他们就 发了很多的信息 这一章呢 就说了很多的信息 那第二节 桑巴拉和基善 就打发人来见我 请来 我们再 请你来 我们来讨论 那跟敌人的话 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那他们就想说 讨论 看看 可以怎样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问题是 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我们要一个城墙 就是要它来 要实行这个城墙 你是否是要跟我 讨论这个门山的颜色呢 我相信应该不是吧 那我要去哪里呢 所以因此 Nishimi就拒绝了他 可是第四节就说到 他们发这个讯息四次 那有一句话这样子说 如果你不能 打他们的话 那你就 参与他们好了 你不能跟胜过他们 就 跟他们合伙吧 那这是当时 这些敌人想要做的 那我们要进入 他们看他们是否可以妥协 那我们在传福音 的时候 是否有面对到这些问题 那当我们要来 建立教会的时候 过去呢 很多人看到我们是 这些异端的教会 那台湾 这些 在台湾 其他的教派 越来越 对我们友善 他们写文章就说到 他们其实非常像我们的 有一篇文章 那是一些传道 发给我的 那这个题目就是说到 要揭开 真耶稣教会的 面 这一个文章的内容 他们就像我们一样 他们也相信 耶稣是救 他们敬拜也像我们 读经也像我们 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活动 他们不到会也非常地热忱 像我们一样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文章的时候 你会是怎么样地感触呢 不是非常讽刺吗 谁想要像他们那样 那如果像他们那样 好像是 看起来好像是很跟着圣经的 那我们需要他们来跟我们说 我们是跟着圣经走的吗 我们需要他们来认定吗 那来让他们认定 我们是没有这么可怕的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文章 那有一些教会的 他们可能觉得说 不是可能的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这样子 觉得说 很安慰 得到很好的安慰 我们可以抬头挺胸的做人 因为我们不是异端的教会 那这不是非常讽刺吗 那当我看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得到 我没有看到尼西米 那因为尼西米就是神的安慰 我觉得非常地讽刺 那更讽刺的就是 因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从这篇文章得到安慰 就是来回应 因为尼西米没有这样子的回应 他们就 没有正面的回应 那尼西米没有这样子的回应 反而其他的人有这样子的回应 那如果有人说 想要用这个音乐来去吸引人 有这个步道会 那你会做吗 那其他的教会 你会跟他们联手 来去做这件事情吗 那尼西米拒绝他们四次 他们所说要在这个村庄相会 是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 I know you can't interpret this but just for fun That village you say Oh no! No, no way Okay, verse 5 to 7 Vers 5 to 7 第五到第七节 So they took the fifth approach after failing with the four messages 那他们就 第五次 因为前四次已经失败了 The fifth approach was an accusation 他们第五次的方式 就是来去控告 And it comes from Geshem the gossip 就是从这个基上 就是传舌的人 It says There was an open letter that was brought by Sambalat 那他们手里拿着微风的信 And he says It is written It is reported amongst the nations And Geshem says That you and the Jews plan to rebel 那就是有这个外班人的 中有风声也说 你和犹大人想谋反 So that you may be their king 那因为你要做他们的王 And that you have appointed prophets to proclaim concerning you and Jerusalem 你又派先知 在耶路撒冷指 你宣讲说 在犹大有王 There's a king And the king is Nehemiah 那这个王就是尼西米 By that time There were already many prophets That talk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Judah 那当时已经有很多宣知 就说到 这一个犹大的复兴 Yeah From Isaiah to Ezekiel to Daniel 那从以赛亚到但伊里 From Hosea to Malachi 从河西亚到马拉基 But those prophets We're talking about Jesus 那那些先知 其实是在说耶稣 But there's no prophetic book By the name of Nehemiah The book of Nehemiah is actually not a prophetic book 那尼西米记这本书呢 不是先知书的本书呢 那没有一位先知 是说到你西米是作王 But this open letter said These matters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king The Persian king 那可是在这一个 信的开头就说到 The 7th says We will report this thing about you rebelling to the Persian king Verset 7 Verset 7 Verset 7 这话必传以王之 所以请你来与我们 彼此商议 Yeah They're saying Nihemiah you want to be king but we will report this to the real king the Persian king because they were under Persian rule 那因为当时他们是在 这个波斯王的统治之下 So verse 8 所以第8节 Nihemiah was very polite 所以尼西米是非常的有 非常客气地说 In a very nice way You are lying You are liars 就是你是在撒谎的 He said you invent You invent This in your heart 你是在心里 涅造这事 So they circulated a false report to discredit Nihemiah 那他们就 抹算了 这个 这个 恶报 对于 Nihemiah And then Verset 9 to 14 那从第9到14 那当他们没有办法 来胜过 Nihemiah 的时候 那他们就 控告 Nihemiah 所做的 No They did exactly what they accused Nihemiah of doing 他们 他们就 去 行出 他们 先前 控告 Nihemiah 就是 他们去 拼了 假先知 他们招聘了 假先知 They said Nihemiah hired prophets to proclaim him king 那因为 他们说 Nihemiah 拆拍这些先知 让他做王 可是现在 他们却 招了 这些 假先知 我们来看 14节 14节 我的神 多比亚 三巴拉 女先知 挪亚 底 和其余的先知 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他们招了这些假先知 来给假的预言 那要来 谋害 尼西米 让他 惧怕 就像是 二节 他们用这些话来攻击我 我不正确地理解 他们所用的这些假先知的话 来说了些什么 那这些假预言呢 就是要来让尼西米 惧怕 就是说那种假预言 就是你出家门 你遇到一条蛇 那蛇没有被你咬死 那遇到 被你咬死 把你咬死 然后遇到这个老虎 如果没有咬死 就遇到老虎 老虎没有把你撕裂 你就会 whatever whatever you know to make him afraid 那就是要让他很怕 so come come to us we will shelter you 赶快来 我们会 我们会 互避你 互避你 so verse 10 says 所以第十节 他们就派了一个 机密的人 他是一个假仙子 他就说 赶快来 有些人要把你杀了 去到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神的殿 这些人 请了这些犹大人 来去做仙子 赶快来到神的殿 赶快把门刚上 我们会护辟你 可是尼西米也没有被他们骗 尼西米就在11节说 那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逃跑呢 这就好像 大卫的其中一篇 赶快逃跑 逃跑像一只飞鸟 飞到山上去 But David also said the same thing Why should you say to me to flee I wouldn't flee 大卫也这么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逃跑呢 The name of this man in verse from verse 9 to 14 you see you see the name of a man called shamaniya let me see what is it verse 10 verse what oh yeah verse 10 oh yeah the shamaniya the secret informer 那第十节就说到 这个 泄露机密的人 就是 机密的人 他是尼西大别 It's like somebody who who seems very nice and wanting to help you I tell you a secret 那看起来好像是 非常好的一个人 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Don't tell others I tell you 不要告诉别人 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They're going to kill you 他们要杀你 That's what shamaniya did 那这是 那这是 尼西大别所做的 Shamaniya Shamaniya No Shamaniya What is this What does this name mean? Shaman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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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very popular name Shamaniya 是一个非常 普遍 非常受欢迎 受欢迎的名字 I I Went to my Bible software And I type this name I 用了这个圣经的 这个软件 来打了这个名字 And I only limited it to The book of Nihimayah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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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寻找 在尼西 你的 因为他 出现 次数 非常 And they are all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people 也就是说到 不同的人 Like 3 Verse 29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it I'm just like to give you an impression of how many people are named Shamaniya 那我只是要给你一个概念 有多少人是这一个名字 司马亚 就是3章的29节 And then Verse 11 那11 I'm sorry 11 Verse 15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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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2 6 12 12 6 18 18 34 35 36 42 42 那这些都是不同的人 却有同样的名字 那为什么这个名字 这么 这么受翻评呢 Because Shamaniya means heard by Yah Heard by God 因为 Shamaniya就是 意思就是说 被神听见 It's the same as Samuel Samuel 那就像是 Samuel一样 Samuel means Heard by God L is God 那Shamuel的名字 就是说 被神听见 But Shamaniya means heard by Yah One is God L One is Yah Yah Way 那因为 L跟 Yah都是 神的意思 Yeah And so it's a popular name 所以因此 这个名字 是非常 非常受欢迎的 The ones that I told you about From chapter 3 to chapter 12 那刚才跟你说的 3章到12章 They were all good ones 那些人都是好的 But In chapter 6 6章的第10节 这个人是坏人 那每个人都想被神听见 因此这个名字是非常受欢迎 可是史玛雅却不想被神听见 But he wanted people to hear him 那他想被别人听见 Because he wants to spread lies He wanted to He wanted to give false prophecies 那因为他想要做假先知 He wants to whisper into ears of Nehemiah Listen to me 那他要传实 要跟尼西米说 听我说 But Nehemiah 可是尼西米没有被他骗 那15到19节 那就看到 这一个城墙已经建好了 那没有很庞大的 这一个庆祝的意思 那就是很简单的说到 城墙修完了 那15节 这些敌人还是不断地对理他 那来去传实 那有一封信是来 那有一封信就是 之前手里拿着魏丰的信 是来威胁尼西米的 可是尼西米没有在乎 那后来这一个城墙 已经修完了之后 那他们不断地来去传信 为了要来攻击尼西米 17节 那17节在那些日子 犹大的贵奏 有屡次寄信 与多比亚 那多比亚的信 也与他们来往 他们还是彼此的通信 是犹大的贵奏这样子做 为什么呢 因为多比亚 因为多比亚 娶了一个 他们的其中一个贵奏的女儿 他是 是 赤加尼的女婿 就在18节 很多人 很多犹大人 与多比亚 结盟 因为他是 亚拉的儿子 赤加尼的女婿 赤加尼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跟神同在的人 同住的人 至少在尼西米记 还有两个 释加尼这个名字的两个人 他们是好人 可是这个释加尼呢 就是亚拉的儿子 不是好人 他是不好的 虽然他的名字是说 与主 同住 他是一个不好的人 因为他跟神的敌人结盟 多比亚就是他的女婿 因此在犹大地呢 很多人都说 多比亚非常好 多比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神是好的 现在神的百姓说 多比亚是好的 以其是神好 变成是多比亚好 就是因为他是 释迦尼的女婿 所以他很好 你看这件事的结局 在尼西米的十三章 第一节 第一到第二节 那有一些人 让这一个多比亚住在 在第五节 说他们预备一间大房屋 就是 让多比亚住的 那因为他是成为 释迦尼的女婿 所以很多人想要跟他结盟 那甚至祭司 想要跟他结盟 那为他预备了一个大房屋 那这个大屋子里面呢 本来是充满 是非常多神的这些器皿的 非常圣经 他们就 他们清了这个地方 就给这个多比亚住 那就是因为他的岳父是释迦尼 释迦尼就是一个跟神同住的人 那可是现在他的女婿要住在神的家 已经住在神的家 属灵上来说 他没有跟神同住 却住在神的家 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人 那带别人进到来住神的家 可是他们不是真的与神同住 那我们是否有人住在神的家呢 是不属于这边的呢 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那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人 是不应该在这边的 城墙已经建好了 那城墙已经建好了 可是却没有赶上多比 那这个裂痕不在这个城墙里面 是在人的心 就是神百姓的心 那今天教会已经建起来 那我们是真正的西安 也是真正的耶路撒冷 那我们是否也有一围火墙呢 那就是那些外邦的东西 不是外邦就是 真理以外的东西 真理以外的东西 不能进入 那我们是否有敬畏神的心 那我们是否有神的荣耀充满我们 so that the lights of Tobiah will have no place 那这样子 多比亚的这一个 多比亚类型的 多比亚类型的人 类型的人 的东西 那不一定是 no place here because the glory the glory fills us nothing else can come in 那因为神的荣耀充满我们 没有奇遇的东西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we end our Bible study here 我们的查经到此 I'm sure everyone of us knows how to think in this direction and realize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do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们应该要做的 to have the real war built up as a real defense 那就是要有一个真实的城墙 来做我们的回复的墙 if you acknowledge Jesus as king 那如果你认为 认可神是王 Jesus as king 耶稣是王 He rules our hearts 那他是掌控我们的心 He will keep everything out every other thing out 那他会把一切的东西挪去 一切其他的东西 一切其他的东西 Let's now rise and sing him number 19 我们起立 唱49 手 这一切都会把一切东西挤去 帮他家里的心 一切都会把一切都会 伤 这种人